農曆新年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 與廣東省副省長焦肉芳 簽署落實越港合作框架協議的2012年重點工作 當中包括越港私家車自由行的安排 並在3月推行第一階段的試驗 這個安排令很多香港人大吃一驚 一方面他完全沒有諮詢 大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擔心 我巴士李剛或小月月等國內撞死人事件 會不會因為自駕遊而登陸香港 一架來自大陸的自駕遊車 如果有些有告票的情況 我說沒有聽,他要走了 你真是催不住,除非他再回來香港 那你才叫做還有機會去追溯到他 但問題最主要就是 他要來香港不是一個必然的情況 你怎樣追呢? 再者上是說,甚至乎如果是涉及到一個 交通意外保險方面問題來說 政府現階段沒有甚麼詳細公佈 萬一國內人的習慣 可能真的有甚麼交通意外起事發生 他棄保潛逃的 保險公司又會不會承擔這個責任呢? 而再引伸出來的所謂棄保潛逃這件事 警方和國內的公安機構 有沒有一個有效的制度去聯繫 去緝拿這些人事歸案?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 第一,在路面的適應能力 因為香港本身是右軚,靠左行車 大陸的就會是左軚,靠右行車 問題是司機一過關之後 他能否即時適應到路面的環境呢? 第二,在法例方面來說 其實單純在廣東省來說,算是接近 但最主要是你對香港和大陸的路牌 在路標指示方面,需要先熟悉了解 很多時的路口會 前面這個路口不讓左轉 下一個路口不讓右轉 如果純粹在道路設計或交通規劃上 有一個好處 叫道向車樓 其實是有助疏道交通 本身你不熟悉駕開車的話 你去到那裡才發現問題的話 你要修正行車路線就相當麻煩 本香港的道路負荷 可以說已經是接近飽和 而現在香港現有的車輛數字 是大約60萬部 其中44萬部是私家車 然後再加上各類型的營業車 好像貨車、的士、巴士加起來有60幾70萬部 再加上一批對香港路面完全陌生的國內司機來說 將會是我的看法是一定引力更大的道路危機 除了道路危機之外 更加核心的問題是 中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那些協議簽了都不知道 對於會影響自己城市的東西 香港人完全是處於被動的狀態 只是覺得這個城市 越來越不像心目中的香港 近年很多城市和城市之間的事務 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去自己決定的 例如去年可能有移居灣區的行動重點計劃 你會發現內地有一個很清楚的藍圖 都說已經納入了香港 在整個中國的或者整個區域的規格範圍 其實我們香港原來已經不能為了自己的城市 去自己決定自己的空間應該要怎樣 自己的街道應該怎樣 自己的道路應該怎樣 可能大家不察覺就是 因為你被規劃的過程 它就是給了很多經濟的理由來的 例如自由行下來很多人消費 但它背後就是規劃了你整個城市 未來應該要怎樣走 即未來就要融合一齊 即變成一個區域 再沒有一些地域的差異 即你城市的獨特性是沒有了的 即是那個過程是很smooth的 即是是很舒服的 但你就會慢慢慢慢發現 你身邊的東西就一直這麼消失 所以整個你會見到整件事爆發的時候 一個市民都不知道 為甚麼有一個自駕遊計劃 我完全未聽過 那些車子湧下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我們平時出街是否很危險 我們香港是否很快就出現一個小月月 這些憂慮就全部出來了 即是很明顯看到整個越港 即是一些互動和融合的過程 是完全沒有民意的參與 即是自由行、SIPA 即到現在的自駕遊都是 其實你會見到整個現在自駕遊的資料是缺乏的 因為政府是一點都沒有公佈的 即使下個月已經實施 它一樣都沒有公佈 我覺得市民不可以再靠這個政府 因為這個政府其實是出賣你 它是完全不顧你的安全證 只是林瑞倫自己打算升職 然後就去大陸簽一些協議合同 然後就去賣香港 完全不顧你香港人的死活 我們香港現在看到自駕遊 大家突然出了都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無論條文怎麼寫都好 我們平時的文化期望有一定的諮詢程序 現在突然推出來了 所以那個結論就是無論那個協議會怎麼簽都好 其實政府都不應該因爲那個協議會排除了 它要諮詢這一環 其實林瑞倫是沒有衝突的 我自己的國際關係入面 其實這個都是FTA 即是自由貿易協定的一種 當然它是一種特變協定 因為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原則上是兩個經濟體之間有這樣的協定 跟回其他例子 譬如我們見到ACFA也好其他的FTA也好 當然雙方那個簽訂的時候 是一個互相頗為平等的關係 即是他們經過很長時間的磨合才會簽 也都在每一個具體的層面 會有民眾的參與 香港這個是特例來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整個機器就是解決這一類型的問題 要去面對它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危機 當然有那些涉及安全的問題 但我想我們去回應它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積極點的想法 因為當有那個危機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問自己想要什麼的城市發展 或者在這個特定的範疇 就是在說交通 或者我們出行的方法到底是怎樣 我們其實香港是對於什麼 是我們未來希望有的交通的發展 或者我們是 譬如說要不要更加多的馬路 或者是一個壓抑汽車文化的方向 其實我們香港是有團體的想法 甚至這些想法已經越來越普及的 我覺得當我們面對這個不透明 不民主的一個跨境汽車的 這個新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應該藉著這個機會 去將這些我們原本已經在香港 推動的事情更加大地去宣傳 而這件事我們一秤下去就看到 那個跨境的汽車 你每一天再給它一千輛次來到 你就看到很明顯是跟我們香港人 越來越希望有的綠色的環境 低碳的生活是相矛盾的 而言之兩種類的建源 是有總和尊重有的 這個地域 大家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